雲林有一名古姓保姆 在沒有執照的情況下 收拖沒有滿一歲的男嬰 不過在照料過程中 卻劇烈搖晃嬰兒頭部 造成男嬰受到嚴重的外傷性腦損傷 家屬是相當痛刑 而全案最高法院是維持立審的見解 以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反傷害罪 判決保姆兩年徒刑定言 男嬰芽芽學育前年還沒一歲 被家長從網路找保姆全天候照顧 經過四個月照料 孩子突然嘔吐 抽搐 意識不清 被緊急送醫 男同父親就曾控訴 保姆涉嫌虐嬰 小孩腦部有大面積血重 雖然保姆全盤否認 變成孩子自己碰撞跌倒 但一二省都指出 故姓保姆五兆未取得家屬原諒 參佐醫院鑒定意見 認定他因不明原因劇烈搖晃 男嬰頭部造成嚴重外傷性腦損傷 妨害小孩身心健全發育 最高法院也不會上訴 判刑兩年定驗 假童經過醫生細心治療以後 無論生長數率四神經 以及中樞神經結構都在正常發展範圍之內 並沒有達到重傷害的程度 所以原審論處被告犯成年人故意 對兒童犯傷害罪行 並無違法可言 其實照護小小孩用力搖晃 試打劑 醫師就提醒 尤其未滿 一歲嬰兒腦部發育未成熟 藥室劇烈晃動 恐怕造成腦內出血 輕則腦壓高 嚴重 影響呼吸 危急生命 那輕則像腦性麻痺啦 或者重則什麼 他走路行動方面有困難 或是甚至要長期臥床 這個也是都有可能 只要腦細胞壞死 醫師表示就無法再回復 後遇陣也接種來 照護嬰兒輕輕咬 在成長中相對安全 記者 重安宣傳避風王維雄 台北雲林報導